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财经木耗 我是阮木花 美国准47届总统川普 即将在明年1月20号宣誓就任 那当然在他就任之前 目前的总统还是拜登 不过川普在这个礼拜 完成了一个美国百年来 没有的一个壮举 就是再次当选总统 这是从1892年来 有一个总统叫格罗佛克里夫兰 以来一百多年来 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 在选举输掉之后 还能再重返白宫 你看他有多厉害 这创了这个百年来的记录了 川普确实是很有两把刷子 不过他上任之后 恐怕会引起全世界更大的一个局势的变动 这个我们这两天节目都来讨论这个话题 那当然今天我们 要从川普即将就任美国总统来谈起 他顺利重返白宫 现在市场叫他川普2.0板 因为1.0板 已经在这个2016年到2021年 这几年中 大家都已经看到 他的政策 往往就是给人家很出人意表的 政治有一些天马行空的 让市场是极为惊讶 所以当时大家都把川普视为川普投顾 也就他在推特上面发言 往往会影响到股市的一个变动 尤其他对中国大陆所实行的贸易战 以及所在后面的科技战 导致了全球股市的震动 我们都已经看到 那叫做川普1.0 现在川普2.0 恐怕更是肆无忌惮 因为到最新的这个统计票数的一个结果 当选的一个结果 美国参议院重回共和党这个囊下 另外众议院看起来也即将要变成是共和党 继续执政的这个重要的国会下议院 由众议院跟参议院 上议院下议院都会是在共和党囊下 那当然川普在推动法案上面更是肆无忌惮 那他顺利重返白宫 他的政策主张到底有哪一些 我们帮各位归纳出来 从经济方面 税收方面 移民方面 外交方面 贸易方面 气候方面 以及其他方面都如列了非常多的重点 各位可以慢慢的详细参看 那我们举几个跟我们节目比较有关系的告诉各位 比如说在经济方面 当然川普重商主义是希望低利率 所以他上任之后 非常有可能会去干预联准会的决策 尽管鲍尔说联准会是非常独立行使 这个货币政策的机构 但是据说川普已经决定要派一个影子联准会主席 进驻联准会了 也就是说我就算不能把你坏掉 但是我背后有个隐武者来监督你 或者是说来制走你 这个川普是可以干得到的 因为鲍尔的任期是到2026年的5月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恐怕鲍尔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那第一个他重商主义希望利率是低的 但是他又希望强势美元 这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矛盾了 那另外他承诺结束通货膨胀 那美国人重新呢 可以这个负贷的起开支 美国现在这个物价真是昂贵的不得了 我看到某个立委在脸书上发文说 四个人在美国吃顿披萨居然花掉180块美金 他觉得很惊讶 他说那美国人怎么可以过这种日子呢 事实上这个在美国是稀装平常的情况 美国现在目前以洛杉矶的物价来讲 餐厅来讲大概是台北的两到三倍吧 差不多是这样价钱 更何况还要再加20%的小费 你就知道说怎么吃得起在餐厅里面的用餐 所以很多人都to go 就外带这个餐饮到家里去吃了 另外在税收方面呢 川普提出规模达到数兆美元的 这个减税的措施 这是数兆啊 这真是不得了的一个减税 包括扩大2017年的减税规模 那移民政策各位都很清楚了 他是要强力阻挡非法移民的 同时把现在目前美国的非法移民全部把它扫出去 所以最近美国的监狱股大涨 对不对 另外贸易政策上面当然大家更关心的就是 会不会对全世界开打贸易战 这个可能性非常的高 普遍实施10%关税 对中国大陆的关税提高到60% 是他在整个政策面上面 那在这个政策面上面当然需要国会的背书了 那国会现在看起来 参众两院都在共和党的囊下 那当然在这方面他更没有阻挡 那也就是这个共和党是完全执政 那共和党完全执政对股市到底好或坏 事实上好像并不坏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来看到这个统计 这个统计数据是从1945年以来 19次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美股的表现 那当然这个最主要就是共和党完全执政下的一个 这个美股的表现 各位可以看到 6个月12个月18个月24个月 他表现其实不差 4%7%10%跟15%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说共和党完全执政 其实股市的表现相对来讲是亮眼的 比共和党不完全执政 也就是总统是共和党 但是参众两院分治的情况下 普遍来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这个蛮有趣的一个统计 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那既然美股呢 如果能走出像统计数据这样亮眼的行情 那当然是值得大家在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 好好把握一下 尤其是我要跟各位提醒 明年1月20号之后 在这之前 应该金融市场没有太大的变数 因为毕竟总统还是拜登 川普虽然是已经贵为总统接班人选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干预到现在目前民主党政策 比如说像晶片法案要拨款给台积电 这些公司的 据说拜登会赶债明年1月赶快把钱发一发 让你川普没话讲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我想股票市场应该 还会走他自己一个正常的路 忘记行情 但是明年1月底之后到2月3月 川普政策一个个接的出台 那就有好戏可看了 我觉得股市的变数就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赶快趁机会找到这一段时间可以做多的股票 甚至能瞄准一些价值型的股票 比较不怕震荡的 因为在震荡下面中小型股票 投机的概念股比较容易被震出局了 所以我们找一些价值型的标的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非常会算股的 熟悉PEG 以及总报酬投资这种所谓的算股公式的陈乔宏 来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再次谈谈 他的持股以及他对于明年所看好的标的 乔宏你好 莫哥好 大家好 另外一个警讯是什么 就是巴菲特 他的旗舰公司波克夏海色卫 再次大卖苹果 一下又出清了手上持股部位的25% 同时也卖出了这个美国银行 那苹果跟美国银行可是 波克夏第一大跟第二大持股 因为看到他第三季出头的股票的部位相当大 而使得波克夏连续8季大卖股票之后 他现在手上的现金部位 各位看到这个红色线 已经超过他的持股部位 你想想看这么大一家公司 这是一个很畸形的情况 我居然现金超过50% 我的股票部位不到50%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巴菲特觉得现在股票贵了 或者说他觉得美股即将出现大跌 未来有更便宜的祸可减 不然他囤那么多现金要干什么 你看他现金部位高达10兆台币 10兆台币这种天文数字 他的股票部位剩下2700多亿美金 现金的部位高达将近3300亿美金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要太担心说 这个美股马上即将崩盘 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老巴这样做 可能意味着未来两三年一两年 美股有大变动 或者是全协股市有大变动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景气对策灯号 最近一下红灯一下黄红灯那边打摆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最近又掉下黄红灯 大家常讲红灯卖股票 那现在红灯已过掉下黄红灯 是不是代表景气高峰过了是一个卖股的好时机呢 好这边请教你的看法 好那我来现在讲一下景气对策灯号 这个我的看法 是因为绝二分最新公布的景气对策灯号 从红灯重为那个红黄灯嘛 然后来到3040嘛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看里面的成分的话 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那个非常非常两极化 就是AI或者说半导体或者自通讯 其实它的出口成长还是非常非常的畅旺 可是它没办法抵消就是 全产它的整个衰退的幅度企业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就AI好 对就等于是就只有AI好 那那全产比方说像台说或者像中钢 其实它的出口还是非常非常的疲弱 那其实市场其实常盛传一句话 就是说蓝灯买股嘛 然后红灯买股 对 但后来我仔细去研究 我觉得这一句话不完全是正确 蓝灯买股的话 长期来看胜率非常非常高 这个是毋庸置疑 可是红灯是不是就是 红灯出现就应该要卖股 我去研究就是1990年到至今这样 大概30几年累积同期经验 红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出现 大概只有出现市值而已 然后这市值裡面呢 有两次还没有出现红灯的时候 股市就已经崩盘了 两次 那其中两次是 平均再涨11个月 对 平均再涨11个月 所以后来我去研究裡面的分析 我发现说其实是转向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这个到红灯之后 马上就转向成 比方说现在来到 黄红灯嘛 变绿灯 往这往下走 那就是 那就是问题就非常非常大 就等整个景气反转 反转才是关键 这一步我自己再来看我觉得 目前看起来 台湾今年跟明年的GDP 大概都还有3%左右的成长性 这个是毋庸置疑 所以成长性基本上是还在 那以主基础给我的资讯来看 我觉得 我觉得未来这几个月 它应该会比较趋向于在 黄红灯 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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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做一个区间震荡的走势 它不是说反转嘛 因为其实AI还是非常非常好 你看台湾今年出货 但它的法硕来看 它其实 第四季跟明年其实都还是看好的 所以如果照这个逻辑来看 我觉得股市延续 涨势的动人 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可以 还是相对是看比较多的 只是我觉得选股就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你应该要把资金比较多 放在所谓AI 或者是在对的景气上面 对的趋势上面 而把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做一些淘汰的动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黄红灯不足为据 因为毕竟可能它又跳到红灯了 下个月 就黄红灯 红灯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表上面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打摆子 上上下下的情况 所以不代表是反转 它有可能是一个景气的头部 但是它不代表反转 那刚刚乔红也讲了嘛 这个后面也许还可能在涨11个月的走势 还有一年的时间 平均有两次的机会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一路往下 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就要小心了 不过现在目前AI的动能很强 大概应该也不至于一路往下 不过刚刚你也讲出一个重点 这也凸显了我们今天录影的盘面的表现 我们像我们今天是礼拜五早上录影 你可以看到只有台积电 包括鸿海联法科这几家公司在涨 尤其是主要涨台积电 其他都不太涨 也就是说整个景气的动能 还是在AI上面 这些巨型的科技股上面 所以今年的选股就变得非常的难 或者说未来的选股就非常的难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你看到指数一直在创高 但是我股票确实反向在下跌 就变成这样状况 那所以要这边就要问你了 就是说我知道你手上是有台积电对不对 那台积电现在已经涨到了将近1100了 对 是不是也来到了一个相对可以卖的点位了呢 或者说你现在手上的组合 你觉得哪一些可以卖哪一些还是要继续留 我现在主要的核心持股大概就是三档为主 一档就是台积电然后茂连KOI跟红泉 那有些我之前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分享过这样 那我觉得目前我的策略我还是选择续报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台积电还是续报 就是台积电基本上我觉得它今年就是从大概500多涨到大概1100高点这样 涨了快一倍了 对对对所以你仔细去思考 因为台积电没涨一块钱大概贡献指数大概是8点嘛 所以我这样算一算大概这波涨上来大概 它贡献指数大概10000点 那你看台股这样子 几乎都是靠台积电在支撑嘛 因为它今年大概就涨了大概80%左右的涨幅嘛 所以如果你今天手上如果没有台积电 那你可能会继效率落后大部分非常非常多这样 那到这个点可能有人说那最近有些它利空 比方说关税问题之类的 那它是不是这个点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就是出厂的动作 我自己在看是 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去算公司的估值 就是这样算起来这到底是合理或者是高估这样子 那目前来看我觉得台积电 总报酬本益比我上次在节目上有讲过嘛 那目前看起来到我觉得基本上它还是 是属于在低估的范围 因为我们看它今年大概成长4成以上是没有问题 以它第四季的表现来看它今年整年的 建立可以成长4成 明年大概还有3成的生长空间 所以我大概抓到它应该未来成长期大概在25%左右 25%它的整个盈域成长率 那它值率比较低大概只有差不多在2% 所以总报酬率是27嘛 那本益比因为现在已经来到11月 那我会抓它明年的获利 明年大概估大概56到60都有人估 我们保守抓56就好了 所以它现在目前的股价大概1065元 它在这样算大概本益比大概19倍 所以得出就是27去除以19 它的总报酬本益比就是在1.20 ok 1.20其实就是代表它现在股价在低估范围 那我可以跟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这个 就是约翰涅夫的 它的总报酬本益比的一个公式是这样子 就等于说是 如果你这公式出现是在高于高于1.2以上 代表说股价是被低估你 你就可以买进 那在0.8到1.2之间是等于是合理 那你是不卖这样子 低于0.8等于说你要做慢收动作这样 那台积电我觉得 因为如果根据这个公式来看 其实目前的这个估值其实还是算是偏低 那因为你 我自己抓紧很简单 比方说你看它明年大概就是 保守在56块嘛 你给它24 25倍本益比 它大概在1300是合理的股价 所以我可能会 至少等到那个续剑脑子再考虑出来 要不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这样 这是第一档 那茂林基本上 今年也是非常非常强 但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不是在这里买 我大概在买到这个地方 对 也赚不少 就是在300多那边买的 那那个时候其实 它其实这波上海其实主要是 AI的关系 老实讲是AI的关系 其实茂林我觉得 大家应该很清楚 它以前其实主要是特斯拉的限速的独家供应链 对对对 后来因为特斯拉就进军上海之后 它的那个地位就被取代了 后来就是透过蛮多的并购 并购一些欧洲的半导体限速厂之类的 所以它现在其实已经转型成为 AI的独家的供应商这样子 从本来的特斯拉转到AI这样 那它这波涨上海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 GP200 GP200的单它基本上其实是 算是限速的独家的一个供应这样子 所以它股价其实 这波涨到最高来到510 先稍微回去来到494 那茂林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这样 它总报酬率又比台积电 我觉得更高一点 因为其实在今年你去看它 大概今年大概可以赚大概20 就是它稀释完的大概可以赚20块 可是再有5成的成长性 就是以它EPS来看 明年法人估 比较保守是估28 多一点估32 那等于明年还有4成5成的成长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成长性其实非常非常好 那它配息也比较差一点 所以我 基本上总报酬率我觉得我给它30 就是我抓它 它未来有28%的成长性 我稍微有点安全边际这样 不会到满 然后2%值利率 所以大概30左右 那本益比大概 如果用明年大概赚 28-30块来算的话 那本益比大概只有18倍而已 所以它换算出来 它的总报酬 本益比是1.66 那它比台积电还好 其实如果以 那个未来股价爆发性的话 我觉得它的 它的爆发性 空间性 是比台积电高的 OK 那今天股价其实 我们都录影当下 其他股价其实有反应 那 我觉得可以持续再做一些关注 这样 这是帽连这样子 那鸿雪也是之前在节目上 有跟大家分享 今年比方没有表现 其实你说它今年没有表现 我后来去看看它今年的投资报酬 因为加配息的话 也大概差不多在28%左右 就是跟大盘差不多 跟大盘差不多 就是它当然 因为它成长性 本来就没有像台积电或帽连这么强 所以你不能期望说它的股价会 每天噴出这样子 可是你买这种公司 因为它做瓶盖 然后它又 就是两岸 然后东南海有布局 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稳 收益率就比较好了 对不对 其实收益率其实蛮好的 就是 它大概我去看它过去5年的 最后净利成长率大概在19.9% 今年大概在成长3成左右 可是像这样的公司我会 抓比较保守一点 大概抓15%左右的成长性 所以 所以 同权的总报酬卑米 我的公司是这样 就是说 它大概 我抓大概有15% 因为我稍微会 留一点安全边境 大概抓15%成长性 它值率比较高 就是 它会相对于刚刚那个党 它会比较是存股投资人 因为它值率有4% 对 所以加起来就19% 那 那 它今年大概赚10块 没有 没有太大问题 明年大概赚11.5 而且股价大概 155块左右 所以 你用明年的11.5去算的话 它的本益比大概就只有10倍 应该再更低一点 13 13倍左右 13 13倍左右 所以 它的总报酬 本益比大概在1.36 所以它很显示 是在低估的范围 所以 这三大股票目前我的策略就是 还是都会选择 巨爆这样子 那 你觉得它们要涨到多少 是你的差不多可以出脱的价位呢 我会用刚刚总报酬本益比来看 比方说如果来到1以下 我可能不会真的等到0.8 比方说如果来到1 1就是合理股价 对对对 那到合理股价的时候 比方说可能来到0.9 或者在1以下 那 慢慢卖 对对我就会 分批做一个获利了解动作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相对会比较安全 或者说如果 有看到不错的标的 那我就可能会做一个换股的动作这样子 那至于 明年你的选股方向呢 明年是 看起来是AI动能最强嘛 对 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AI的选股 明年来看 应该刚刚就是 有提到嘛 就是说如果以明年来看的话 基本上 我会 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 如果是 以明年来看我觉得 第一我觉得你可能要先做好资产配置这样子 那AI基本上我会觉得说你可能要占有一定的部位 比方说可能会是有个可能 四到五成左右这样子 那 在配股方面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 以AI股为主你可能占四到五成左右 然后可能再搭配一些 刚刚讲的比较机幼的一些存产股 做一个配置动作 那比方说 像最近老AI也表现非常非常好 比方说你可能像宏达 对 对不起 广达 或者是 鸿海 技嘉 或技嘉或微窗 它因为其实 最近刚好那个 没超好有一些财报的状况嘛 对 所以 他们会有一些转单效应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觉得 GP200大概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就确定要上市嘛 那我觉得 股价顺势上涨 那这些股票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些关注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 这个六巨头的业绩揭晓 根据知名的投资机构DA Davidson 他最近有一个报告分析 他说在最新一轮的美股科技巨头的业绩中 Meta 亚马逊 这两家公司在人工智能的投资上获得最佳回报 事实上谷歌在人工智慧投资上也获得了不少的回报了 但是他认为说Meta跟亚马逊获得的回报是最明显 他说这些公司正在推动用户在平台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当然你花更多的时间你就会要准备投入更多的金钱 他说这种增长的参与度这个聚报导说正在导致更好的广告的转化率 这个要归功于生成式AI工具的部署了 在Meta的部分是这样 那另外亚马逊处在扩大云计算领先地位的有利位置 因为他释放了零售资本支出用于AWS人工智慧的投资 而且可以利用自己自研AI晶片创造比微软A入更好的一个低优势成本 那大家都知道 Amazon的AI晶片就是跟四星KY合作设计出来的 就是运用四星KYIP的技术 那这边就要请教你说 那AI的投资展望明年 我们的投资方向是什麽 以及这个软体股 我们常讲说AI硬体投资完之后就变软体 这个软体股会是你投资的方向吗 我有两个看法 就是第一就是说刚刚 莫大哥讲到就是亚马逊系 他第三季的财报获利其实蛮好的 AI确实是有在获利这样子 那我的看法是那刚好就是刚好可以跟台积电的那个法说会 做一个联贯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说AI没办法获利 所以但是那个同事长卫浙家他其实有讲 就是说AI其实是真的 而且它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你把这个新闻对照来看就是说那确实是 可以透过AI开始创造获利 所以代表说这个AI的趋势或者这个浪头其实还刚起来 这个长期获利或长期蓄势应该是无庸置疑 这是我的看法 就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呼应这样 就代表这个是真实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软体股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会就是 因为其实现在付委托或者是开美股账路其实非常容易 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软体股的话 个人会建议说你就直接去买就是亚马逊 或直接你去买谷歌的股票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软体会比较牵涉在于 所谓你需要有一个一定的市场规模经济 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没有具备这样的一个 台湾大部分都做自己本地生意了 对 那那个营收或者它的未来成长性相对就会比较低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看好软体 那你应该直接去买国外的这个大品牌的公司 然后那台湾的软体股 我觉得它有点没有在我的能力圈范围内 所以相对我就不会做太多的一个琢磨这样子 好 那自己展望明年的话你的选股方向呢 展望明年的选股方向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建议 大家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的状况 就是第四季跟明年的 对就是第四季我会建议投资人这样做这样的配置 就是说我会希望说你可以持有AI或者是指数ETF 至少15个百分之以上这样 那为什么是指数ETF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AI选股很难 那你比方说你买0050 0050可能里面有台积电 有红海有广达有连发科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拥有这些 目前在势头上的趋势嘛 那今天0050涨幅其实非常非常好 那目前看起来明年也不看单 那相对我觉得这个 你如果持有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你的绩效会跟大盘做一个 一些程度的脚步的跟上这样 不会说你的绩效落后大盘太多这样 这是第一我会觉得 至少放接近一半的部位在AI上面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 团产机有果决你可以大概只有三层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像是红拳 红拳或者是有党做面包原料叫德麦 或者像是厨具的樱花 或者是电梯的重游 我觉得这种公司 长期来看它获利都非常非常稳定 那如果比方说锦细繁准准或者 川普上任之后有一些 就是经济上有一些疑虑或什么的 相对于持有这些公司 相对会比较安心 你持有一部分这样的公司会比较安心 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你可以持有大概 大概10到15%的债券 债券那个ETF 比方说你可以持有 比方说像投资级的公司债这样子 你有买美债吗 我之前有买美债 但是这一波把它出掉了 OK 对对对 我现在持有比较多的是公司债 出掉原因是什么 因为对我来讲美债就是避险 那目前我观察到这个市场 我觉得摘退的机率很低 如果没有避险需求的话 那它的殖利率的 就会相对比较不好 那就有3%多嘛 那我如果把这个钱放在比较好的机油股 它可能有4% 5% 那我就没有必要把这个钱放在 放在美债 因为它避险需求降低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建议说 如果你现在要买债券的话 你应该是要只有的 投资级的公司债 你可能有5% 6%以上 那你 像这一部分你就不要去管它涨或跌 反正就是领袭嘛 它给你一个稳定的资金的现金流这样 我觉得是蛮好的 但 比如说如果真的 这个殖利率可能 就是每天再涨上去 就是公司再涨上去 然后殖利率下降到 你就可以做一些转换动作 比如说可以 转换成机油股 转换成就是 AI这边的 做一个转换动作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 留10%的现金这样子 10%的现金就是说 因为有点现金如果崩盘的时候 我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 恐慌的时候你可以做加码动作 就是 我的看法这样子 对 那这个是在投资组合的部分 那在标的部分 其实我有发现 对 你的投资属性 你很喜欢那种 cash cow的产业 就是金流产业 就是有这个稳定现金流的 而且是这种基优的公司 那另外呢 你也喜欢成长性的公司 对不对 这两种都是你 喜欢投资的标题 是 那就针对这两种 你可不可以各局挤挡 你看好的 明年跟今年第四季的标题 给大家参考 我觉得基本上 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 我是觉得 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在于说 虽然现在指数已经可能 2万3块2万4千点 指数其实是算高的 可是 我去看很多公司 我发现说其实还有蛮多公司 但是它的估值其实是偏低 或者是它其实 估值其实没有那么贵 对 所以我觉得反 就是蛮有趣 就是说其实 有时候你指数是个迷失 大家会觉得指数很高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保守一点 可是事实上你去看股票 回归到公司基本面来看 它其实还有非常多好公司 比方说我刚刚讲的 我的台积电或者是 茂连KY或者是鸿泉 这些公司基本上我觉得 长期来看趋势都相当没有问题 而且故事也都慢低的 那我觉得 今天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档 我最近有发掘到一档股票 我觉得不错 就是 武航 台湾武航 那基本上我觉得它 它虽然只有10年 它冲历10年 它本来是跟 华航跟新加坡虎航合资成立的 后来就是华航把它的 虎航的事物全部都买进来 所以它等于是百分之百 华航独自的一个企业这样子 那 那它是台湾目前四大航空公司里面 唯一的一家低成本航空 就是连价航空 对 连价航空 那 那它目前它其实 它的公司的航点 其实包括日本 韩国 澳门 泰国跟越南 那其实主要来讲 它其实有29个航点跟16条航线 36条 36条航线 对 它是所有在台湾就是 所有的 低成本航空里面 所有的里面 它的市占率其实是最高的 那它 今年来看它其实 其实营收比重 在东北亚大概是占90 东南亚大概是占6% 然后中国占4%左右 那 董事长叫陈汉明 他其实我觉得他蛮优秀的 我大概去研究一下他的那个经理 那目前股价大概在62.9块 那前三季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利 已经赚5.52元 那 如果你就换算它本益比 其实不到10倍 大概就9倍左右 那 现金鼓励的话 因为它其实 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几年已经没配息了 那去年 它就因为获利息不错 今年也有赚 所以 它公司的董事长在那个 上市的那个 發表会里面他有讲说 明年应该会高配息这样 所以我大概抓它 如果配8成的话 它的 现金股利应该会配到4.8元这样 所以你换算 他目前的股价值率大概就有8%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 那我觉得 这个是虎航它的一个 营收的一个趋势线 所以你可以 很清楚看得出来说 它 在疫情的这三年 2020 212 22这三年 它其实都跌到谷底 非常非常残 然后这个是 2023年红色这一条 这个是 2024年这个蓝色这个 所以它营收其实非常非常稳定在成长 非常非常稳定在成长 那这个是我看好 虎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三个优点 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 它其实是 唯一的 就是台湾唯一的一个低成本航空 然后它其实深跟日本就是二三线城市 就是说 它在日本大概有20个航点 其中里面有10个航点是独飞的 只有它有的 就是区隔啦 跟这些 对对对 大航空是区隔啦 大航空不想跑的 不想飞的 你想去这些城市玩的人 对 深度日本旅游的人就做这个 对对 比方说像是岡山 我之前有做广去岡山 我觉得还不错 岡山或者 佐贺 辛系之类 很多 就是那种二三线城市 不是东京 对对 东京它也有 但是它就是 深跟在这个上面 它的特点就是这边 对 那刚好就是 瘦会因为其实 我觉得现在小资组就是说 会思考 不会去想说要买房子 太贵了 那他们会思考说 哪边有便宜的机票去 可以买 那我觉得 它刚好有受惠到这一波 就是整个 整个 有点日本旅游 因为它刚好日币有贬值 所以大家都会 比方说我今天去日本 我去山市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那我要去日本玩这样 所以我觉得那个趋势是 它在正确趋势上面 那目前看起来的票价跟油价 如果都维持在稳定的话 相对它的趋势就是都还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其实我觉得 比方说 比方说刚刚那个木华哥他就想说 这个五航就是连架航空 连航 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个错 比较错误的 会觉得说这是连航 所以他可能就是 会觉得是不安全 简陋 或者是 之类的 就是会比较霧面的印象 可是其实 其实如果你去看 它其实 它有15架A320的飞机 它全部都是单一飞机 所以基本上 它的 它的那个基零大概只有7年左右而已 然后它会陆续淘汰 换比较新的 就A320 它现在是A320 西欧比较多 后来可能改成A320的 NEO的 比较省油的班机 它陆续淘汰 然后到2027年的话 它大概 所有飞机的平均的年龄 大概只有3.6年 它其实算是所有台湾航空公司的 飞机是最新的 那它会 之所以会 被称之为低成本 是在 在于说它的 来自于能力或软硬体跟修复 跟原料成本的控制 这个是它的关键 就是说你可能 什么东西都要额外再 再付费 再加钱 可是它的安全 或者它的正常的一些 服务品質 基本上我觉得是没有受影响 这个是第二点 所以你去看它的 股航的毛利率或营业利率 它其实是所有台湾世界的航空公司 裡面最好的 它第三季的毛利率 大概到三成以上 可是我去看 其实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大概只有 15%左右的毛利率 或甚至各位所毛利率 所以它的毛利率其实 对手的 一倍或两倍这么多 所以它是到获利的来源在这里 那第三季就展望2025年 比方说你看 接下来可能 圣诞节 圣诞假期 接下来滑雪 现在过年 但我觉得那个趋势还是没有改变 我原来想说过年 要带小朋友去北海道挡雪这样 后来我上楼去看一下过年 出国的机票要5万多块 就有点傻眼这样 即便是虎玩 我看都三四万 所以那个票价上去 它其实就回不来了 趋势是向上的 基本上我觉得 它明年可能还会再增加2到3个行点 所以它可受的这个机位会增加 趋势向上的情况下 我觉得它长期生长性还是不变 所以我觉得蛮值得期待 目前的股价 跟它的现行 其实它今年以来也是涨满多的 涨满多 可是我觉得趋势我觉得是向上 你看 如果以它的估值来讲 其实我觉得还是偏低 你看比方说 这个总报酬率其实 我像虎航我这种公司 所以我觉得抓比较保守 因为毕竟它 它是比较有点受景气循环的公司 所以我大概 抓给它抓12%的成长性 那 明年来看值率有8% 所以 总报酬大概是20 20就是 然后本益比较只有9倍而已 所以算起来就是2.22 很高喔 就是它如果它 你不用 对它不用 它每年都成长10% 成长10%的话 那这样目前的股价 相对来看 我觉得 就是值得入手的一个好时机 这样子 对然后刚好 我再補充一下 因为它 它主要是 它是在新创版 那它 在12月开始就是会 就是要上市 因为新创版其实它有一些 限制就是买卖的限制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多少钱 你可能要 投资資金要多少 才有办法做买卖动作 那这个会让一些投资人 或者一些交易人会 也没办法做买这些动作 但如果到12月底的话 去登陆上市的话 我觉得相对 应该会有颇行情可以期待这样 好 这个星宇上市之后 也引起了很多话题 对不对 现在就是即将 出现虎航的这个 从新创版改为上市的这种 所谓的 这个高关注度的行情又会出现 那当然 最重要还是本质要好 成长性要够了 是 而且相对还在价值的 这个买点就是各位可以参考的 那当然 除了虎航以外 我想这个盘面上也有非常多的标的 也等着各位再去做研究 基本上投资是一条长期的路 大家 持续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应该会获得不少的 投资的灵感跟资讯 那当然这些资讯不是给各位 一定要照着去做的 而是给各位参考 启发 同时 让你在投资上更精进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乔宏 来告诉我们相关他的看法 那我是阮木华 请记得 这个六日早上 收看我们的财经部号子之外 也把我们节目 介绍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在这里 上还有一个 有票 还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